作词 李宗盛 还无缘 爱恨终成云烟 山多高 路多远 这一生世界还只远 哪怕一别永远 哪怕一世眷恋 只愿再看一眼 你的脸 陪你海角天边 活距千山万水 唯有知你不悔 无流泪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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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啊 你是怎么做到的呀 怎么还有这种操作呀 甘拜下风 甘拜下风 想要跟我混 就得遵守邦规 邦规 你真是丐帮的人 这么多好菜 怎么能没有好酒呢 你来干吗 我也不想来啊 方才我在院子里 遇到小翠来给你们送酒 谁想到她突然坏肚子了 没有办法 我才替她送来了吗 陈碧山庄 就没有叫小翠的丫鬟 那是我记错了 她是叫小花 还是叫小红来着 叫什么不重要了 反正名字就是个代号 不过这壶酒 来得正是时候 请留 酒当是你的剑行酒吧 剑行酒 爷爷 是这样 江湖上有朋友给我传信 说知道伯爷锦行的行踪 我想让你去一趟 把他给抓回来 可是 爷爷 您这个消息来源可靠吗 有消息总比没有消息好 最起码要尽力于事 你是江家的传人 这也是你的责任 爷爷 你也知道 你孙儿现在的功力 恐怕不是伯爷锦行的对手 我会陪你一同去的 我们去哪儿 爷爷 京云山 小长老 咱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小如丐帮 当然是得先拜见帮主了 咱们还真的要去跟他 去丐帮吗 丐帮是武林第一大帮派 虽然与我们的交集不太多 但是依靠帮众众多 走街串巷 消息灵通得很 这次我们跟着他们还说不定 真能知道什么消息呢 你们俩在那儿嘀咕什么呢 是不是不愿意去啊 没有没有没有 这怎么可能呢 能见帮帮主是多么大的荣幸啊 只不过我这兄弟啊 初来乍到 没见过什么世面 有点害怕 怕什么 帮主是我哥 这小鬼头 还真是人小鬼大 只是可惜这么想就当了乞丐 我哥也是像他这么大的时候 失踪的 小时候 鹰风兄总是喜欢带着咱们三个一块儿玩 他比咱们都聪明 武功比咱们都好 咱们都喜欢跟着他 也不知道他现在在什么地方 是不是跟着孩子一样惊况惨淡 也或许 他已经不在这世上了 走吧 我说你怎么还真的要去静云山啊 崔雪已经把马备好了 我说你这人怎么一根筋啊 本尊就站在这儿 你还要出去找 你找个鬼啊 我知道 但这次我必须要给陈碧山庄一个交代 如果再迟迟不去 我怕爷爷会对你产生疑心 怀疑就怀疑 本尊还怕他不成 想当年要不是本尊被人暗算 哪还容得他占得了我一分便宜 好了 我现在赶过去的话 应该在晚上就能到 明天的话应该就能赶回来 你要是还能看得到明天的太阳 记得托梦告诉我一声啊 我肚子疼 那你是不是胸口也有点疼啊 我嗓子还痒痒呢 好了 别装了 没时间在这儿跟你唱戏 老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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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来真的吧 一个个来了 老贼了 散散的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呢 喂 哪儿来的两个这么细皮嫩肉的 去去去 这两位可是我新收的小跟班 我招惹他们 如果你们敢欺负他们 我跟你们没完 这下回头还挺仗义啊 帮主来了 帮主来了啊 帮主好 帮主好 你不是说帮主是你哥吗 在我们这儿都是这样叫的 这就是一个尊筹 都起来吧 这两位是 这两位啊 是我在街上看到的 哭着闹着 要加入丐帮 所以啊 我就把他们带回来了 想进我们丐帮 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丐帮有丐帮的规矩 要经过一个仪式 你们能接受吗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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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小姑娘怎么突然啊 太没有礼貌了吧 息怒 息怒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来我该方有何目的 小帮主 息怒 我们来这里 其实是希望贵帮协助我们找一个人 谁 博爷请行 本尊是装病的 用不着喝药 快拿走吧 你这些话片面江青柳还可以 你觉得骗得了我吗 你今天晕倒 并非是刻意装病 是你的身体情况更加严重了 本尊本来是想装病的 没想到装着装着就真晕了 你也别唉声叹气了 本尊的命是石头做的 死不了 你就实话告诉我吧 本尊还有多长时间能活 半年 现在就算是 我寸步不离地跟着你调理 也不过两个月有余 两个月 那我还能查出韩颖谷的真相吗 现在看来这个江颖天 是铁了心的要用江青柳交换你的下落 如果一旦交换成功的话 那么整个武林得知了你的下落 必定会合力追杀你 如果真到那个时候 以你现在的身体状况 别说两个月 两天你都撑不过去啊 江家老儿真是黑心啊 我今天见过月阁了 他的态度也很坚决 我怎么劝都没有用 他当年与本尊三战三败 我还差点烧了他的京云山 他怎么可能大发慈悲高抬贵手啊 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啊 那你 到底有没有考虑好 要不要跟新月阁交换呢 你不是一直不赞成我拿江青柳交换吗 现在情况不一样 与其在这里坐以待毙 倒不如我们 先下手为强 老贼 你大早上做什么腰啊 小娃娃 你过来 别害怕 别别别 你别 你别过来啊 咱 咱们有话好好说 你过来 我悄悄跟你说 我告诉你啊 宁为玉碎 不为娃全 我就想跟你用个功 既然你这么说了 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个碎法啊 你 你打算给我运功啊 要不然呢 我说你这脑子里天天都想些什么呀 过来啊 脱衣服 你运不运啊 不愿拉倒啊 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地儿了 转过去 闭上眼 其实你只要把我交出去 就能换回武林盟主的位置 那是最简单直接的方法 那你为什么没交出去啊 是因为 我的身体里有你的内力吗 那你现在还在给我运功呢 小景啊 从小到大呢 我都被人耳提面命 登上武林盟主之位 就是我的使命 所以我一直在努力 然而当我真正地登上这个位置之后 我才发现 我有点怀疑自己了 我才怀疑 他们对我说的那些事情 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 比如武林盟主之位 又比如说你 你说的这些是什么意思啊 我的意思是说 武林盟主对我沉碧山庄是很重要 但是 我绝对不会拿你去还 运功的时候说话是会走火入魔的 那也是你先说的 是吗 我怎么不记得 伯爷景行这个魔头恶贯满鹰 现在已然侥幸逃出江湖 所有的江湖人 现在都已经陷入了巨大和威胁中 不是我不想帮你们这个忙 对于伯爷景行这个人 我也只是略有耳闻 两位可知他年纪何许 样貌如何 既然如此 两位还是请回吧 帮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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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在喊什么呀 有人把我们衣服骗走了 帮主 我们先告辞了 就是他 他是个骗子 就是他把我们的衣服骗走的 好 小景 这位前辈 您半路上把我叫过来 而且还知道我要去金云山 您到底是什么人 这世界上还真没老夫不知道的事呢 难道 难道您就是传说中的新月歌先生 正是在下 前辈 您今天不会是让我来陪您 喝茶下棋的吧 来 尝尝我这茶 尚好的名前龙井 喝茶就不必了 前辈 我今天来呢 就是想知道 我爷爷他 到底用我去换什么样的消息 他最最重视的事情 难道是武林盟主 是伯爷景行 小景 小景的身份 你先别急嘛 游戏还没开始呢 难道爷爷有所察觉了 人心这东西 我还真不知道 不过呢 今天伯爷景行也来了 伯爷景行也来了 他来找您干吗 看来你什么都不知道啊 其实那天我分别找了两个人 两个人 难道另一个人是伯爷景行 没错 那他需要什么 他要韩音谷的灭门真相 难道您用我去做交换条件 没错 这 我只是想玩一下 这么有趣的事情 我新月哥怎么能轻易放过呢 是不是将蒙主 我猜你是在测试 看我到底对他们谁更重要吧 我可没这么说啊 我只是觉得有趣罢了 可小景并没有让我来啊 可他知道你会来啊 并且他也来了 而且 不会的 小景他不是这样的人 你个傅道人家 到京云山干什么 这大晚上的 你让孙子单刀附会 有何贵干啊 我们祖孙之间的事情 不用你来操心 拜托 他每天身边睡的人可是我 我可是很关心我的夫君的 这小娃娃 怎么爷爷让他去哪儿 他想都不想就去啊 你 真是有趣 有趣啊 新月哥 你要的人我给你带来 我要的人呢 薄爷锦刑呢 这位大叔 你又是谁啊 越来越有趣了啊 你笑够了没有 我问你我要的人呢 这爷爷为了一己私欲 可以把孙子都卖了 这可 这个真符合你江颖天 一挂以来的风格 还有你 等会儿 什么 你把江青柳给卖了 你 你怎么能干这种事呢 这不关你的事 新月哥 人我带来了 如果你背信弃异的话 你今后在江湖上 还怎么行走 人是来了 但不是你带来的 是我自己带来的 你 清流 你 夫君 小姐 爷爷 你这一大早的 要去哪儿啊 爷爷让我去找他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对了 心月哥那天把你给掳走 没对你干什么吧 他能对我怎么样 这 我哪知道啊 连你都不知道 那我怎么能知道 我说你今天怎么回事 没怎么 你不能因为江影天把你给卖了 你就把气撒到我头上啊 你已经是成年人了 要会理智的分析问题 再说了 你难道不知道吗 江影天就是那种人 那你呢 我 本尊那当然是天下武功第一 而且是第一仗义的大侠客啊 这小娃娃今天是吃错什么药了 本尊好心来关心你 结果你跟我来这一出 现在这年轻人 怎么越来越难伺候了啊 那个 你好 你说咱们两个要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我这两天是在想 你说这全武林的人都找不到伯爷景行 我俩这样能找着啊 也是 咱们连伯爷景行长什么样子都说不清楚 就算他从我们身边走过去 我们也不知道他是谁啊 是啊 你在我身边这么久 你是不是就是伯爷景行 你们两个又是一无所获吧 是啊 小长老 你说我们都在这儿一上午了 怎么一点进度都没有啊 我不都告诉你们了吗 这做乞丐呀 就是得豁出去啊 你们豁出去了吗 你们还是改行吧 这样早晚真的是要饿死的 饿死啊 走 早长老 带你吃饭去 走 爷爷 清流 爷爷 我想您一大早特地把我给叫过来 是想跟我说说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清流啊 昨天昨天的事情 爷爷也是迫不得已 为了早日抓到伯爷景行 我约了新月歌 他答应我 但条件是拿你换伯爷景行的行踪 我承认 我动心了 所以其实在爷爷心目当中 我就是一个可以随意拿出去交换的条件 换句话说 我只是想用就用 不想用就可以随意丢弃的一枚棋子罢了 当然不是 这件事是爷爷考虑不周 爷爷给你道歉 道歉 我真没想到爷爷竟然会说道歉两个字 是爷爷的错 爷爷就认 你不信 岸叔 至少要跟你商量一下 但我心太急了 我已经想好了 只要从新月歌那儿得到了伯爷景行的行踪 咱们俩就全身而退 我不会把你留给他的 可谁知道 可谁知道星月阁 亚哥就没想跟你玩 我也没想到 他是个出尔反尔的小人 但我倒是从心底里 佩服星月阁 毕竟他让我看清了很多事情 青柳啊 你是我唯一的孙子 也是我们江家的希望 你一定要相信爷爷 能原谅我吗 您是我爷爷 您无论做什么事情 我都应该原谅不是吗 你是个懂事的孩子 不会让爷爷失望的 毕竟我是爷爷 一手培养出来的接班人 青柳 两位到底是何方审胜 难不成是我们 丐帮背后的投资人 不不不 你还是我们俩的领导 小领导 你今天多大岁数了 十一岁了 伤情太多 感觉自己也不会爱了 你这么小就出来混丐帮 家里人呢 家里穷啊 其实 还有个弟弟 也没有人真的在意我 所以我就自己出来了 你看自己靠自己 这不也挺好的吗 对吧 这个 你先拿着 如果以后再有人 欺负你的话 你记住 来布朗城找我 那 那你们俩还要入丐帮吗 今日啊 咱们只聊私情 不谈宫事 这鱼还请领导仙动筷子 你说咱们这几天 到底是做个啥 也许就是为了让我 认识这个小家伙吧 师兄 你说锦爷到底什么情况啊 从金云山回来之后 就没几天正常过 我那认得怎么了 你没有发现吗 他这几天啊 不让这要生孩子了 也不喊着要抓假的伯爷警刑啊 更重要的是 竟然不跟姜少爷顶嘴了 这件事情最奇怪了 他以前哪天不跟姜少爷拌嘴了 夫妻嘛 这感情是吵出来的 我男生他这是 姜少爷 姜少爷 好几天没看见你了 找我何事 没事 我就随便问问 现在没事都看不着人了是吧 我本来在某些人心中 就是可有可无的吧 你这个人啊 没什么优点 就是一点好 什么 有自知之明啊 老贼你 我怎么了我 你自己摆不清楚自己的位置 还莫名其妙地把气撒在我身上 老贼你还讲不讲道理啊 我莫名其妙地被你耍了一通 我生点气怎么了 我就是不讲道理 给你点脸 你还真把自己当成个人物了 要不是本尊虎落平阳 哪还轮得到你这个小娃娃 对本尊指手画脚的 想当年本尊一统江湖的时候 你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这不就是看不起我吗 你不是就嫌弃我江青 留在你身边 拉低你档次了是吗 我武功势不如从前了 也不再是武林盟主了 但我告诉你 我只要把你交出去 我什么都会有 那你倒是交啊 你倒是得有这个胆子呀 你别以为我不敢 你就是不敢 你江青柳就是个懦夫 就是个窝囊废 什么都不敢 你不敢反抗 不敢面对自己 你甚至不敢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这也太可怕了 直到现在你知道自己被人给卖了 你还只会在这里阴阳怪气 你除了敢跟自己跪不去 你还敢干什么呀 二位 吵架归吵架啊 不能什么都往外说啊 再说 可什么都说出来了啊 对啊 景爷 你也是 怎么什么话都往外说呢 怎么办啊 不知道啊 南宫大人到 属下扶向南宫大人今日前来 属下又是 好 宋将军 属下在 军中出了叛徒 你该当何罪 查看 我才去 家里 坚持 都 后来 在 心里 是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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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 我在你心中是这般形象 亏我还处处维护你 翠雪 翠雪 翠雪不知道去哪儿了 这人不顺的时候 处处躲不顺 行了 行了 别喊了 翠雪啊 刚才被老夫人叫走了 怎么了 奶奶找翠雪干吗 我怎么知道 不过想想也就那么点事 大概是在操心你 续贤的事吧 续贤 家里有这么一个 就已经够焦头烂合的了 真是 翔兄啊 你这是 还在跟嫂嫂吵架 你够了啊 你别再跟我提她 对了 你今天来找我有何事啊 哦 江兄 你还记不记得之前嫂嫂 让我和应许两人 去盖帮里打听博异警行的消息的事 哦 这件事啊 你不提我到还真给忘了 对了 你们俩有没有找到什么线索 哎呀 我们什么都没打听到 所以我们俩觉得 这个方法有问题 估计嫂嫂也是受人蒙骗了吧 可能吧 那几坛女儿红啊 我看你和梅大公子在那儿 也吃了不少苦 哪天啊 我找人 专门给你们送到不老城去 我今天来 为的正是此事 怎么 还怕我不给不成 哎 不是 来坐 这个事是这样的 我和应许呢 大概帮遇到几个小乞丐 都是十一岁的样子 生活困苦受人欺负 应许啊 自从丐帮回来以后 就郁郁寡欢闷闷不乐的 我觉得 她可能是想她哥哥了 可能是 触景生情了吧 是啊 你说这个没应封 也真是奇了怪了 都这么多年过去了 连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我跟应学两个人 这么多年也没有放弃过寻找她 甚至在邪教里都安插了人手 可还是没有一丁点的消息 这也真是太奇怪了 也许是走丢的时候 年纪太小了 所以我看应学最近的样子 我有点担心 所以就想请你和嫂子 一块去布老城喝酒 大家一起放松放松 一来呢 是给应学缓解缓解 二来 你和嫂子也热闹热闹 省得你们俩没事闹别扭 我跟你说啊 我们俩那不是闹别扭 那是原则问题 两口子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啊 就这么说定了啊 后天下午不老城 你带上嫂嫂不见不散 我答应你 我去 但她呀 不一定 你们两个 一个都不能少 走了 听川花蝶说你找我 谷主 你这样熬制腌制完的花露 有些不太够 估计你要去跟江少爷说一声 让他吩咐一下 本尊不去 你不去 你不去 你可就断粮了 是可杀不可辱 本尊就是不去 那你就只能饿着肚子了 饿死我也不像那个小阿姨 娃娃低头 老贼 伍爷锦星不在家 那你帮我转告他一声 没应许在不老城心情不佳 工资在呢 邀我去陪他喝酒 上好的女儿红啊 爱去不去 没家小娃娃也不开心了 那本尊要去 本尊要戒酒消愁 你应该知道我为什么找你吧 知道 你能不能先别下了 你到底在他们之间挑拨什么了 我告诉你 老夫从来不敢挑拨之师 我只是陈叔事实罢了 事实 我跟保证 你没有陈叔完全的事实 部分事实也是事实啊 反正我没有骗人 好 那我现在就请你 去跟他们俩把事情说清楚 明眼人都能看出来 他们俩现在是什么情况吧 那你得按规矩来办事 要解决误会 那你得满足我的条件 说 什么条件 先把这盘棋陪我下完 新月哥 你幼稚 幼稚就幼稚呗 追盘棋都已经下了快三十年了 梅家小娃娃 听说你最近心情不好 谁惹你了 本尊去给你报仇 不用了 小嫂嫂 都是些陈年旧事了 不提也罢 不提也罢 行了行了 大家都别再讲这些 不开心的事了 这可是青流兄 给他上好的女儿红 来 喝酒 女儿红是给出去了 可是当初打赌 说要红我开心这事 可没解决呢 嫂子 你就别带死心眼成不成 这两口子吵架 还有什么过不去的 我倒是想大人有大量 可是某些人啊 他是有要跟我和好的态度吗 这种事情 不提也罢 江兄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 你这家务事都处理不好 怎么还能面对外患呢 清官难断家务事啊 还是这酒最好了 梅家小娃娃 本尊想起一件事 什么 你心情不好 是不是因为找不到你哥哥 你可听说 这江湖上 有一个人称 神鬼通的活神仙 嫂嫂说的可是心悦歌 没错 就是他 这个人啊 可是号称 只要江湖上有的事情 无所不知 无所不晓啊 你要是实在没有办法 可以找他去试试 其实我已经不抱多大希望了 都过了这么多年 应该很渺茫了吧 这不一定 这个心悦歌呢 他的消息特别的灵通 咱们倒是可以试一试 不过这人也特别的奇怪 如果你想知道什么消息 你就必须得拿一个东西去换 只要他愿意告诉我哥哥的下落 什么条件我都愿意答应 还是我们没家娃娃绝无高啊 不像某些人 某些人 某些人怎么了 难道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 比真相更重要的事吗 难道人是没有感情的吗 难道人是可以为了利益 就去牺牲一切的事情吗 那个某些人啊 那就要看 孰轻孰众了 停停停 你们两个怎么又吵起来了 好了 这把我输得心服口服 三十年的愿望也了结了 玩够了吧 跟我走吧 去跟他俩把事情说清楚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或者不知道真相 对他们来说或许是件好事呢 人生干吗要活得那么明白呢 是 但是人生本来不就是苦行吗 知道也好 不知道也好 所以啊 我才是这世界上最惨的人啊 你说得太对了 世人皆苦 就连你这种人都无法幸免 其实 我今天做了一个决定 我不想再听你绕丸子了 有话直说 我打算放弃告诉世人 我所知道的一切了 是 因为没有意义 你看 江隐天 可以拿他孙子来换取真相 对于他来说 这真相亲于他的骨肉 我要这江青柳又有何用 对我来说 什么都没用了 说得好 我真为你能有这种觉悟感到欣慰 欢迎你回到真实的人世间 行了 岳哥 那我先走了 咱们后会有期吧 还会有期吗 只要你想 就会有的 还有 关于那两个娃娃的事情 别担心得太早了 她们现在好着呢 你是老贼 秋朗不是挺好的 怎么今天喝成这样 来 小阿娃 我跟你说个秘密 你以为千万不能告诉别人 好 欣慰哥跟我说 只要把你交出去 他就告诉我 还硬骨被灭门的真相 你也知道 我活了大半辈子了 就是为了这个真相活的 但我怎么能把你交出去啊 我怎么就不能被交出去了 我本来就是万青药的人 你不是 你别不理我嘛 我明天就去跟欣慰哥说 江青柳我是不换的 那是木的不换 什么 江青柳 青啊 你 没错啊 你确定啊 我本来是想一巴掌拍死他 可是我一看是江青柳 我这手就 就没使上劲 出去 那你们说江青柳主动亲了我 是什么意思啊 他爱上你了 对 这就是爱情 感觉如何 爽 很爽 非常爽 天哪 这是爱情吧 这是爱情吧 真的吗 男神 不管怎么样 作为您的粉丝 我都支持您 这是真的吗 小姐 你来找我干什么呀 我那个没干什么 我就是想来看看你 你 那你能解释一下 昨天那个吻 是什么意思呀 你觉得是什么意思 就是什么意思呗 好受麻呀 年轻真好 男神 祝你幸福 给你比心心 好 好 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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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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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